说眼睛一闭一睁又来到了这个点 不少老铁这作息都不归于绿了是不是 我都不用上你们家看去 就咱这收视率就说明问题了 咱节目是每天晚上七点半直播 半夜十二点重播 现在这明显是半夜看节目的人见长 特殊时期咱们还得是少熬夜 少出门 吃喝背得涂涂的 生活物资尽量线上采购 大家好 大阳为您通报沈阳疫情的相关情况 2022年的3月28号 零时到24时 沈阳市新增5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36例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已经全部转映至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进行诊断和治疗 同时与其相关的密接和刺激密接 已经全部隔离管控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 上述人员全部是来自于 其中隔离点和风控区中检测发现的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要提醒大伙 一定要居家 不要外出 不要聚集的原因和作用 为了我们的亲人 为了我们的城市 为了早日战胜疫情 咱们一定要积极配合各项防疫政策 一起努力 目前沈阳市的大东区 于红区 黄姑区 辽中区 还是处于管控区的状态 为了方便疫情期间 大伙线上下单购买生活必需品 沈阳市商务局梳理了 沈阳首批14种线上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方式 其中APP包括美团 饿了吗 京东商城 苏宁一购 万家 永辉生活 天工网 微信小程序 包括陶菜菜 买菜商城 多多买菜 陶仙达 珈乐福 龙家十仙 大伙可以随时下单 方便生活 之前咱们一直说社会面无新增 目前的最新消息是 今天下午 沈阳市发现一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阳性人员 从3月24号到29号 他曾经到过沈阳市和平区 光荣街的南京医校光荣校区核酸检测点 还有沈阳市审核区青年大街 沈阳百联购物中心 还有沈阳市和平区 南京南街的大润发超市和平店 但是并没有进入到超市里面 如果在这段时间内 与这个阳性人员有过时空交集 或者说有接触的人员 立即向当地的社区报备 我们每个人都是沈阳的守护者 咱们呢 不能都去做医护人员 也不能去做志愿者 咱就好好在家 减少外出 就是做贡献了 你说咱们在家一待 脑活的 这吃喝网上都能解决 都给送到小区里 就差喂嘴里了 那还要啥呀 可便给寒风中的住院者添乱 您好 您好 非常难呐 都是父老相亲的 你说给贼面不给贼面 让贼过不让贼过 就抹下脸 现在是不做好人做坏的 就是得罪人的工作 天天在得罪 他以后会记得你的好 应该是 幸福了啊 就为人家老百姓 没有辛苦儿子 好了 又去往这儿再来啊 好嘞 心有所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